歡迎回來新聞現場 大家早安 我是張若瑜 一起來關心天氣資訊 好 首先要再一次告訴您 提醒您今天的溫度依舊會很高 但是今天的雨會比昨天來的大 好 首先地面天氣突要告訴您 目前呢 其實這邊的 被標題擋住的這邊的熱帶性低期 已經減緩 現在變成一般的低壓 但是在這邊有出現了一個 新的TD熱帶性低期 未來有沒有可能影響台灣呢 這樣舉表示 無論如何 它如果是變成颱風 或是不會生成為颱風 都對台灣的天氣狀況 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但是未來幾天 還有可能會出現 一波又一波的熱帶性低期 蠢蠢欲動當中 也有可能會再有颱風出現 現在是颱風季 請您要做好防台的準備 而目前呢 地面的 還要來看到是溫度的部分 好 今天的天氣預報 先來關心溫度 今天北部地區 依舊是有35度高溫 其實昨天啊 北部地區的高溫 已經突破到36.5度了 今天再度提醒您 今天溫度依舊很高之外 降雨機會非常高 80% 比昨天來的高之外 還有中部地區跟南部地區 同樣今天是70%到80%的降雨機會 另外 東北部地區 跟東部地區就要來看到了 好 東北部地區 今天高溫34度 而東部地區的高溫 比昨天略降 來到33度 但還是要提醒您 降雨機會非常高 70% 稍後出門 務必要攜帶雨具 接下來是馬祖金門澎湖 好 今天的天氣跟昨天差不多 但是雨是 水氣是比較多的 金門澎湖 降雨機會30%到50% 請您要多加留意天候的狀況 好 再來是天氣走勢 好 先來聊聊像昨天 在這個屏東林邊出現龍捲風 很多人會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樣的劇烈的天氣 好 其實這幾天天氣都會很劇烈 有可能會再出現強震風 甚至雷擊的情況 好 請您務必留意 台東 平東是會有局部大雨 跟局部豪雨的發生機會 另外在沿海地區 越晚這風浪會越強 所以如果您是海上作業的朋友 就要務必留意一下海上的狀況 還有禮拜三跟禮拜四 好 午後的劇烈天氣 依舊是降雨不斷 還有呢 東部跟南部地區 還是會有局部的短暫降雨 倒是禮拜五 東部地區會恢復比較晴朗炎熱的天氣 但是南部地區 因為新南風增強 好 中部 南部 就是會有比較明顯的短暫降雨了 這部分請您多加留心 然後來關心是雷達回坡圖 目前哪裡水氣多 好 基本上呢 好 在南部地區 還有中部地區 以及花東地區 好 這一帶目前是水氣多多的 另外在北部地區 偶爾會有一些零星飄雨 所以如果等一下您要騎車出門 務必要放慢速度 小心再小心 再來是紫外線指數 好 雖然說 今天的水氣是比較多 但是溫度依舊高 所以今天全台各地 都是過量的危險等級 所以如果您是在戶外工作的朋友 太陽底下佔久了 很容易中暑 所以趕快做好防曬 以及可能可以在雨具 雨晴兩用 最後是小丁 您要給您幾點提醒了 好 首先 南部跟花東地區 今天會有短時強降雨 以及雷震雨的情形出現 另外 中北部 好 今天的雨勢會比較明顯 會有旺盛的對流 所以在中午過後您要外出 務必期待雨具 以上是這一節氣象資訊